恩典365 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当中 领受今天神有新鲜的恩典要给我们 渴望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能够羡慕领受祝福 羡慕领受恩典 羡慕活在神大能的同在里面 在约束亚纪进入到第16时期之后 在这些章里面都讲到分地 这个支派哪些地 那个支派哪些地 我小的时候读到这些都跳过去 因为觉得那些地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些支派我也搞不大清楚 就跳过 这段时间我仔细地慢慢去读就发现 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 给我很宝贵的提醒 比如说今天跟你分享 在16章第4节那里说 约瑟的儿子 约瑟有两个儿子 马拿西 伊法连 这两个儿子就得了他们的地业 觉得很有意思 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 有一个支派 立位支派是没有地的 因为耶和华上帝拣选了他们服侍神 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业 因为神说神就是他们的产业 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 但是还是12个支派 为什么呢 因为约瑟的儿子 两个儿子各得一份产业 所以你看约瑟领受双倍的祝福 这个双倍的祝福好特别 双倍的祝福其实是给长子的 但是约瑟领受双倍的祝福 相对的本来的长子是流变 流变却没有得着双倍的祝福 你从创世纪一路读下来 你就会发现说 这里面有一些不一样 流变跟约瑟是不一样的 流变那个做大哥的人 他原本应该领受两倍的祝福 可是因为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他失去了那个祝福 失去了那个应许 而相对的另外一位是约瑟 他本来没有 因为他是第十一 约瑟是第十一个孩子 那他没有什么双倍的祝福 可是因着他人生走过的路里面 他敬畏神 神也有格外的恩高在他身上 他后来领受双倍的祝福 你知道这好有意思 应许是给老大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珍惜神 给我们的应许 活在神的祝福里面 你会失去那个应许的 相对的 原本这个应许可能不是他的 可是因为他愿意活在神的祝福和恩典里面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他可以领受 就好像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人 原本神的拣选的选民是以色列人 好像新约里面讲到说 我们是野葡萄却皆知在那个祝福当中 当我们渴慕得着 你就会领受 你就会领受 好像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讲到的几个女人 这几个女人中间 他们都原本不在祝福当中 好像路德是摩哑人 好像在这些经文当中 看到的那些一个一个女人 他们很多人原本都是外邦的 没有祝福 可是他们羡慕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 拉荷是这样 路德是这样 因此当他们羡慕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 他们就进去了 我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因为羡慕持守在神属灵的原则里面 我们会失去的 求主帮助我们 渴慕 像约瑟一样 我奉主里面祝福你 像约瑟一样领受双倍的祝福 不要像流变失去了上帝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尽全地活在神的面前 主啊我特别向你求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 我觉得神好像有一个话给我们 不要像流变在情欲的世上 一再地得罪神 以至于失去了应许 求主帮助我们 活在从神而来 靠神而有的圣洁里面 继续走在那个双倍的祝福当中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们彼此提醒 不在圣洁的世上得罪神 靠着神恩典活出圣洁的生活 祝福你 双倍的祝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